IPEC领袖会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和日本的外相 言误一会谈 布林肯表示通过美国日本同盟 美日韩的三方合作来推动 印太地区的和平 并且重申要维护台湾海峡 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强调美国反对在印太地区水域内 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